讲道理你们肯定听过一句话 听一千遍反方向的钟能回到过去吗 我当时就深有感触 因为如果回到当初我爸妈组装我的那天 我一定会在他们床头放个X 因为把我的一生拍成纪录片 足以让人们知道不带X的下场 在充满童趣的小学 别人是过家家玩芭比娃娃 我是拉屎把屎拉进鞋坑 这几年很火的拖鞋叫踩屎感拖鞋 用来形容这个鞋很软 不是你们真的踩过屎吗 你怎么知道踩屎很软的 作为一个真正踩过屎的人 我很负责地告诉你们 屎并不软也不会回弹 它只会在你踩下去的瞬间很软 会啪鸡一声一道揪揪周围 然后哭着跑回家想把脚剁了 不骗人地说 虽然我小时候的玩具是屎 在同学面前的人设是XX看片女 但我对自己的未来还是充满憧憬的 早晚有一天我会凭借自己的努力 让他们刮目相开 但我一个从小打4399都开无敌版的人 没有什么抗挫折能力呢 自打上班之后 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下班之后回家看小小说小漫画 小时候的我对霸道总裁龙奥天不屑一顾 现在的我不够爽不看 不够甜不看 毕竟我的生活已经很苦了 不能看也要看这么苦的吧 其实不只是看 我还可以用离谱APP自己刻CP 打开APP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角色盾图 比如我要看博影人物出现在霸道女总裁世界 打开APP选择双人盾图和人物 设定角色的表情动作长讲 初天大道的抱着能人轻声说 能人比想离开我的视线 哪怕一秒 还可以自定义风格 用宫崎俊的画风展现它 顿图后分享到理想国社区 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想法 找到顾名符号 如果晚上突然出现一条工作消息 我还能打开APP生产表情包功能 顿出一套奇异开挖工作表情包系列 说实话 我之前一直以为情绪稳定是一个好品质 直到我看到了 情绪稳定可能是倒霉惯了导致的 上周我打车的时候司机一直在前面说话 一开始我以为是和我说的 那一刻我深刻落实了 世事有回应 渐渐有着落 哎 哦 是啊 哎对对对 我也吃这个 对话五分钟 司机跟我说 不好意思啊 我刚跟我闺女打电话呢 说实话 小时候我以为自己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是那次在厕所穿财实感拖鞋 长大后我发现是每次点开银行卡余额的时候 那个时候自己就好像是知道自己丈夫参军死了 却仍不敢相信憧憬军营的妻子 我怎么不算白优兽呢 我白痴 幼稚 受不了一切 除了我的CP和你们点赞 现在点击按钮下载离谱APP